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的大结局还是单独犯出 并没有一口气而播出四集 不免有一些让人无奈 可以说的是张英山版本的《鹿顶记》 自开播以来就受到了许多的争议 并且开播第一天开始2.7的评分来说 是大家没有想到的事情 对于评分低的原因 无非就是大家讨论的两个点 那就是张英山的演技和剧情的发展 可是张英山的演技又是大家有无共睹的一件事情 看过张英山主演众多影视剧来说 张英山的演技可谓是老戏骨的演技了 当张英山到了新版本《鹿顶记》这里 却被观众们认为张英山饰演的韦小宝 表情浮夸 跟之前的韦小宝相比少了大家熟悉的感觉 张英山塑造的韦小宝在剧中像猴子一样 没有了市井上的那种顾虑精怪 这个演技引起了无数争议的时候 突然在社交平台上面却传出了这样一条动态 张英山因表演回应视频 是张英山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非常谦虚地劝告大家 不要把他当成是好演员 因为他也有演不好的时候 这一消息一出 瞬间就引发了无数的热议 对此各式各样的议论接踵而来了 不过却马上迎来的是张英山工作室的声明 澄清此前张英山演技引起了争议 而回应采访时之前的拍摄 并非是新拍摄的鹿顶记的演技 或许大家都误解了张英山了 其实呢张英山版本的韦小宝 给大家带来的是一种新鲜感 也有让不少的观众觉得 张英山版本呢 是给他们带来不一样的感觉 因为鹿顶记已经翻拍过许多次了 而新版本呢 是另辟蹊径的道路 打造了不一样的感觉 这个点可以说是非常新颖 也非常大胆 但是对于一些观众来说是成功的 还有一点呢 也是大家非常讨论的 那就是剧情 新版本的鹿顶记的剧情呢 好像是仿佛做火箭一样 无论是年轻观众 还是上了年纪的观众 基本每个人都对鹿顶记的故事有所了解了 虽然每个人对故事的理解有点偏差 但是一些经典的记忆 由新的桥段都会觉得 这是这部剧的精髓所在 只不过张英山版本的鹿顶记 似乎打破了原有的叙事 一些主要人物纷纷都下线了 对于伟小宝的漫长前期的成长经历 一笔待过 而是直接开启了后面的剧本描写 其实张英山就表示过了 对于这部剧自己也是有遗憾的 本来是拍摄了80集的 最后呢却删减了近一半 很多地方呢又得重新配音 如果是现在这样的话 我会用别的方法去演这个人物 但我们之前是按照原有的剧本设定的 就是鹿顶记导演发文说的 小宝还在成长 而这版的新版的鹿顶记 在伟生的时候出现了口碑的大反转 正如大家所想着的这部剧的更新 剧情内容呢慢慢的好转了起来 虽然呢还有一些人在吐槽演员们的演技 但是也有网友说 这部剧变得好看起来了 由于张英山搞怪可爱的眼睛 使得这部剧越来越有看点 先不说和享受内容是否相符吧 就剧中的搞笑剧情来说 就是很让人想看的 随后有许多观众慢慢的 接受了这个风格的鹿顶记 开始变得爱不释手 就像当初刚开始相信 许多人呢也不是很喜欢这部剧 感觉还怪怪的 但是慢慢的往后看呢 你就会发现了 这部剧呢有它独特的演艺风格 在这群演员的演艺之下 变得好看了许多 然后就开始每天看 越看嘛就越有意思 虽然剧情还是有那么一点的快速 但是完全都盖不住想笑的心情 可以说的是 在演员的选择上面 没有一丝的问题 每个人的演技都十分在线 可以说的是 导演的眼光还是非常到位的 张英山版本的鹿顶记 开创了一个演艺的新领域 用了不同的风格 去演艺同样的角色 虽然这部剧的开头和结尾 让人有一些些的失落 但是总体还是挺精彩的 张英山搞笑的演技 也给不少观看的人 搬带了了乐趣 这部剧如今呢 也算是完美的结束了 虽然走的路很坎坷 但是结果是好的 我们也相信 张英山的演技还是在线的 也相信他在后续 能够给我们带来 许多精彩的作品 未来是可期的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缤分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定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